台湾中有世界变速日 公布专台公共变速最优秀的10月营业处 各级官最上乡设计和油站就是其中一日 会后专台联算 由总经理将代理当事长李顺青 专业这会请理加油站的公共变速 共同享用世界变速日的主题外党 邀请大家这会来中游好方便 台湾中有世界切所日 公布专台公共变最优10月营业处 改观最上乡设计和油站也是其中一日 配合专台湾联算 由总经理及代理当事长李顺青 断业这会请扫油站公共变 共同享用世界切所日主题外党 邀请大家这会来中游好方便 在疫情期间 COVID-19正在严重的期间 公司必然决然的决定 开放所有的公策 那期间呢 更是投入了无比的人力 以及物力 为的是什么 就是提供一个安全 还有舒适的一个颅测环件 给我们的国人 给我们的消费大众 我想这个是很不简单啦 就像李市长讲的 同仁没有承受了很多的一个压力 但是我们是国有企业 我们必须率先而行 而大家也知道 中游公司的一个据点 它遍布了全台湾各地 从山上到海边 从都市到乡村 都有我们的交叉的一个据点 随时都能够提供给我们的一个国人 以及消费大众一个方便的空间 那今天呢 更是借着这个世界厕所日 二十桌年的纪念日 我们万中有机器 全省十个营业处 公营 民邻 所有的家庭站 大家共襄盛举 来举办这个世界厕所日 把公厕的一个文化 更精进的提升到一个城市 中游家库站在疫情期间 不但正常供应药品 当时开放公式两民众使用 这对家库站方业 竟是一种条件 中游中公司 以企业接任精神 加強方业清洁 两全国家库站在疫情期间 以连正常运作 第一量在外民众 更方便 在当年来的努力下 台湾中游家库站的公式 已经是民众出门在外 最方便的收拾 加民众液账 减肥手套金 提供民众 有一个入策环境 谢谢新闻丑民同 志祥向蔡文博德 旺TV行动客服 全新登场咯 现在只要下载 旺TV行动客服APP 并登入您的收视副资料 就可以马上查询 电子账单 发票 即直播频道等 行动账单 客服服务 让您带着走 一次满足所有需求 旺TV行动客服 最聪明请快去下载哦 旺TV数位电视